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因为在外国经常一个小连长上尉 带一班兵 呼啦呼啦的把战权给掀翻了 他说中国这种情况就是不大可能 他讲的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是党和政委控制这个军队 因此他认为不可能 是吧 对呀 那么你先进入这个 记住他说了啥 那么我们是有交流的 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现在开始听您的 他说的也对的 因为王军陶先生是政治学博士 并且呢 你们还是好朋友 他从小呢 他就生活在那个解放军政治学院那个院 他爸爸呢也是一个高级的那个政治方面的将领 他那个院长是刘志坚 有个刘志丹嘛 他就那个院长叫刘志坚 也是在中国人员军里面很有名气的 所以他从小生活在那个里面 我觉得他说那个完全是正确的 就是说中共呢是讲支部呢建在连上边 就是部队所有的行动各个方面重大的一些决定啊 你都要通过这个党支部党委 你要通过这么个决定 然后军事主观呢才能去实施 这是按照中共那个 就是他们那个那个规定里面 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也有一些 很多的时候也都是被刺激啊 或者是在一种就是客观因素比较明朗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造成很多很多的一些 就是在部队这个体系里面 一些暴力事件或反抗的那种例着 就是很多的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 就像王军涛他们成长在部队这个院里面 他们可能就是政变的那种苗子 是政变苗子 是的 为什么你说他是政变苗子呢 因为他们对部队呢更了解 然后呢他们对好多东西呢 认识的比那些老百姓家里面成长起来的孩子 认识的更深刻 所以说他们会首先比这些人的各个方面吧 就是都要走在其他人的前面 包括习近平 他一上台以后 其实他也是搞了个政变 他把解放军全部清洗了一遍 把部队全部都拆散重新组装 那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吗 其实现在完全都控制他的手里面了 你觉得现在这个军队已经成了私家武装了 那小平先生您不这样认为吗 你说现在在中国你说谁还敢多说一句话呀 尤其是在军方 对他现在是第一个就是党 军队要原来是老题 党要在军队要在党的绝对领导私下 但现在呢更多的题要忠于习主席 对吧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有一个就是话语上的一个转变 那么呢现在我们花来这个正好我们这个上头出现了你的这个士兵证 这个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这 你在我这已经接受过几次采访了 大家都知道您是徐清先生的军长的司机 那么呢前一段就是在网上就是冒出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徐先生的司机 那么就人家就问就是到底哪一个是司机 你能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那个证件上是不是写着呢吗 汽车驾驶员 汽车驾驶员就是司机 其实我们我在部队里面服役了十年 整整十年应该我是十三年 然后第十年的就要我退役了 在这个期间呢 就是服务过的首长就也是很多的 你包括徐清先生下以后后来的张梅远军长 我也给他开过车啊 他还批评我说我开车呢 比别人呢多要费一瓶的油 我就跟他说首长您的时间比那个油值钱呢 因为我开车呢就是掌握那种就是麻流力说快 所以说在弯道那很多有经验的驾驶员都是搜游 减速然后节约 尤其在中国那个我开车那个时候是讲究节约的 地方老司机那要空档 有的还滑行过去那种车 是吧 现在的车不允许了 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训练的时候 我在道军里面就是说运输处长带我的时候呢 他也是要求呢讲究就是效率 就是哎麻流力说快 叫首长呢不要那个感觉到不舒服 所以那个当时就是那个那个推特那个出来以后啊 别人有给我打电话的 我一看说哎呦我就乐了 因为那个这个人呢他叫平发魁 发展的发 然后他那个写的是平发魁 再一个呢他说是从27军和徐军长呢 一起过来的是那么写的吧 反正是说他开了好长时间一段车 一直到89年 因为那个徐军长是八六十八级过来的 我是84年的年初的时候吧 调到军机关的 然后到年底84年年底 我记得好像是九月份 接近十月份那阵吧 我和平发魁呢 因为他是我前辈啊 就是他兵比我老 我们俩呢就一块呢到上海呢去接车 有我们运输处的老处长吴志健呢 带着我们俩 就是在当时来说呢 这就他呢是没问题的 因为那个老军长的司机呢 当时就是服役期呢就是已经到了 很就是年底可能要退役了 他可能就要接这个军长 这个老军长李仁秀军长的 这个司机这个班了 所以呢到上海去买车 那他呢就去买车 买车呢那得还得带着一个副手 那个时候应该也得找一个开车 就是说三年或四年的人 因为我刚到军里呢还不到一年 然后呢就我们俩呢就派我们俩去了 去到上海和那个运输处长去买车 然后那个我推特那个照片 还有两张照片穿军装的 带五角星那个那个这个不是 这个有一个这个平化培给你拍的照片 对对是吧 对黑白黑白的照片 然后那个我们我们那个跟着运输处长 我们三个人 对当时我通知我还是到军需库啊 去领的那个衣服啊 是四个口袋的衣服 当时红五星那个时候 暂时是两个口袋嘛 四个口袋是干部的干部装 然后当时我是写的介绍信 写的是复联职吧 那个他们是干事我都忘了啊 因为到上海我们要住延安饭店 延安饭店它是有就是过去好像都是有条件的 入住什么的 所以那个我们那个照片能调出来 这个平化培给你拍的照片 对对对 1984年平化培给这个 两张黑白的 刘建国拍摄的照片 刚才有一张对 嗯 在我那个啊 这个我们倒不去调 1984年那个平化培为刘建国拍摄的这个黑白照片 对对 因为84年的时候 我们俩呢 就一块去出差到上海去接车 你先说 对 所以那个 就是说他说是从27军带过来的 这就就完全是那个不对的 完了当时我们去上海的时候呢 那个吴志健处长啊 因为那个时候买车 中国没有4S店 都是到厂家直接买 并且呢 你还得像这种高档车呢 还得是通过关系 不可能到那就买到 吴志健的一个同学 我们那个处长的同学呢 是那的厂长 他家是吴志健是无锡人 白头发啊 他也是一个老革命 就是自取威虎山那个 扫建波带那小分队 上山的时候呢 是他开车 把这个小分队送到山底下 送到山底下呢 他返回 小分队上山 那个小说呢 就从上山开始写 所以就没有他这一段 是他把他送给的 也是一个老革命 他是无锡人 也会讲一口上海话 所以我们两个跟着他 也是那个威风凛凛的 这三个人老中青啊 我那时候小孩似的 完了再讲 平发奎先生大体多少岁 平发奎 四五岁吧 四五岁 对当时他是志愿兵了 完了我们四个 等于是他也在给 徐欣先生开个车 他开过 还有一个叫 那个叫吕什么旺啊 我旺了哈 在86的时候 他也盯过 然后那个 我这还有86的那个照片 他有 等于徐先生有好几个 十几天前后 对对对 他很 这个一般首长都会经历过 很多很多个的 那么他这个提到的一个是 就是一个就是四季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他说徐欣先生是被人劫持的 这个情节跟你说的也不一样 这个更不可能啊 我看那个推特 当时我为什么乐了呢 然后我因为我不知道这个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啊 我就因为那天他发推之前吧 是16号的时候呢 法轮功在中领馆 有一个大的那个活动 他们就邀请我过去去发言 我在那个活动的时候呢 因为受现场的那个 就是那个气氛的宣扬 我那个也挺激动啊 所以我在那个上 连国安带那个中美领馆什么的 就住纽约领事馆的 一块都给凑骂一顿 骂一顿完了那边呢 就特别恼火啊 完了说要注销我的户口和什么 那个那个护照 是怎么着的啊 完了因为他发出这个来 我当时第一个感觉 我就特恼火 我以为是说那个 他们就是针对我呢 后来我一看乐了 我说你要针对我的话 你也不能弄出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他这种那个说劫持军长这个啊 就完全不符合 后来还出了 我记得还出了两个团去搜 这不可能 因为当时说他开车呢 就跑回军里去报告了 因为在高杯垫那儿啊 是我们112师部的驻地 在他跟前呢就有炮兵团 然后在他往北京这个方向呢 就是火车一站地吧 有20公里左右 是334团 这个334团是个装甲步兵团啊 在中国人家军里面都是很厉害的 完了再往保定这个方向 就往军里回这个方向 三身六团 坦克团 都在这个沿线就是公路边上 就是完全就是 就近就可以 最起码说就近我都可以 到部队马上就 到门卫就拿出电话了 立马就可以 就是你们的38分地盘上 对对对 再一个咱们说 就是说你要是想真的去抓他军长去 你到这么个地方抓去 你不是找麻烦去了吗 那除非你是就想制造麻烦去了 所以这也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 这个情节不对啊 对对 好了 现在这个小故事我们说完了 我们开始讲到这个军事政变的问题了啊 这个王先生的意思呢啊 说的就是党队军队的控制 无孔不入啊 导致这个像这个徐军长这样的人啊 他即使想做点事他也做不成 那么您现在就是 我记得您的观点就是这样 就你说现在游戏规则变了 对啊 现在游戏规则变了 嗯 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变了啊 这个为什么这个游戏规则变了之后啊 这个军事可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就不像刚才王军涛现在说的那样 所以我想请你给大家解释这些问题 嗯 刚才我也说到像王军涛他们这帮人是搞政变应该是就是他们从小在部队院里长大的是最危险的或者在军方工作过的 因为他们呃就像习近平也是哈 他知道他掌他掌握这个权力以后呢 他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哪 所以说他其实也呃也是他成功的这一部分吧 他上来以后呢 赶快把军队呢就重新赶紧调整重新洗牌重新组组合啊